一下午病三分虚,三福天是一年中最热最难过的一个月,可以是防病养生的上加时机,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懂得了冬病下肢的道理。 这几年在三福天爱酒的人越来越多,除了爱酒、贴血味等,三福天养生需要注意的日时当进步。 夏天本来就是生长的季节,人体新陈代谢最为旺盛,营养消耗量很大,需要好好补养。 正所谓春夏养养,以利月揪收和冬藏,然而夏天又是特别难敲养的季节。 天热,人吃不好,睡不好,容易伤身,三福天更是属热难耐,中医认为属用最能耗伤人的正气。 气温高,人体大量出汗,体内的正气也随着汗水往外走。 汗就是建议啊,出汗太多就会造成起机两虚,浮天与水也多,使其影响脾位运化,导致脾气势,消耗功能减弱。 此外,夏季星火旺又会客废,所以说,一下五病三菲虚,就是这个道理。 实际补之,要匡服人体的正气,就一定要再三福天进补。 黄奇补气数第一,论补气两样,黄奇刀数第一。 中气不足的人,身体比较失弱,一动就出汗,被化量比较小,甚至内脏下垂。 最适应用黄奇进补,黄奇又称小人参,它的作用与人参相似,都是补气的。 但人参是大补元气,作用十分迅猛,一般的人不可轻易使用。 而黄奇是补中气,相对温和,效果却不逊色,而且比人参顾表的作用更强。 所以成为最常用的补气药,中医讲黄奇性温,胃肝,乳皮,肺二经,因此它提升脾肺脂气的功效是最强的。 增强脾肺脂气,就是在增强人体的运化功能。 因此黄奇可以强健三胶,薄异五脏,可以解脾湿,生背气,强心,益肾气,补干湿。 黄奇有扩展血管的作用,又能降血压,老年人在医生指导下吃黄奇,可以保持中风和高血压。 黄奇还有裂尿消中和脱毒生肌的作用,不仅适合肾炎,水中病人做食疗,对于吃胖的人,还有减肥的作用,皮肤长窗或有溃疡的人,吃黄奇能是浓毒海珠,促进伤口愈合。 今代著名的医家将元素,对黄奇的药下总结得好。 他说,黄奇甘温纯阳,气用优物,补助虚不足,一眼,一元气,二眼,壮皮味,三眼,去肌热,四眼,排浓止痛,活血生血,内脱音聚,为窗家盛耀,乌眼,浮天一喝黄奇粥,吃黄奇,一用清淡脂肪。 最简便的办法,就是喝黄奇粥。 黄奇粥,古已有知,在苏氏的诗中,就曾听到过他在打病处浴室喝黄奇粥的事情,那年他三十九岁,折据蜜粥,当时摘据过定进烟前,顾复明华已一年,顾用黄奇粥粥间春盘,正是用黄奇粥来博养命号虚弱的身体。 白菊义也有一首摘据诗写道,相或多相对,昏心久不长,黄奇粥池粥,吃剑一欧汤。 诗中的黄奇就是黄奇,而吃剑是指中要天麻。 黄奇,天麻之类在金人看来纯味药材,而在古人看来,却可列入日常食谱。 从白菊义到苏氏,紫糖制送,而人们的餐桌上,竟少不了这一道黄奇粥。 并后喝,吃素食也喝,古代如一不分,乐天,东坡之辈,小碧野生安,要是同源之礼吧。 做黄奇粥,要注意黄奇本身是不能吃下去的,要把黄奇通过中药的三千三竹方法熬成药汁,用这个药汁叫大米煮粥,具体的做法如下。 第一步,取大约三十克黄奇,加十倍的清水浸泡半小时,连水一起烧开,中火煮三十分钟,将药汁闭出备用。 第二步,再加本量的清水烧开后煮十五分钟,再次闭出药汁。 第三步,重复第二步的动作。 第四步,将煮过的黄奇药家老鼠扔掉,将三次煮的药汁放在一起,放入约一百克的大米,煮成西州集成。 黄奇州提起作用很强,最适宜早上喝,喝完之后,一整天都会精神十足。 这个粥和粥,黄奇的用量不多,配上大米,很平和,属于平补,在属世中的季节,大部分人都可以吃一点。 气弱体时的朋友,在三伏期间坚持每天喝黄奇粥,能够提升中气,增强免疫力,到了秋冬就不容易生病了。 注意,黄奇粥是补虚的,食症不移,体虚,中气不足,中老年人,他病注意,手术后,放化疗后的病人可以多吃,饮虚洋草者,有表鞋者则不移。 比如如果你今天受凉了,感受了风含,那就是有表鞋,那么这两天就不要喝黄奇粥。 黄奇粥大补,可是他却有减肥的作用,为女性朋友,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,他留着很男性化的短策头,整个身体完全看不到腰线,面如满月,后脖子上都是坠肉。 他说,他前前后后吃了不知道了多少种减肥药,有的当时见笑了,过后去反弹得更厉害,仔细观察他的身体状况,我发现他虽然胖,但是肉很松软,还时常拿出纸巾擦汗,就问他,你年轻的时候并不胖吧? 其后来,是不是用过激素药?他惊讶的说,对对,我以前的过种很顽固的皮肤病,到处求医挽扰,好不容易才治好,以后就越来越胖了。 我说,你想瘦下来吗?那你从现在开始,停止吃些减肥药,改为进步。 他立刻摇头,他吃过的那些是皮肤病的药很伤身,使他变成了继续的体质。 由于继续,身体的运化功能减弱,体内的带线废物排布出去,久而久之就变成坠肉堆积起来了,这种肉都是松松软软的。 是典型的虚胖,要想减下去,就得首先匡扶身体的正气,也就是个身体充电,使他的能量充足,加强新产代谢的功能,才能打好减肥的基础。 我建议他先喝短时间的黄奇粥,把身体补起来。 过了几个月,有一天参加一个活动,一位女士热情的跟我打招呼,我看着他,有点面熟,可是好像不认识,他看着我茫然的样子,兴奋的说,我是某某呀,你是不是认不出我了? 我仔细看,真的是他,眼前的他,身形小的圈,深黑色的漂亮裙装,长长的褐色卷发,与从前那个男性化的形象判若两人。 肥人多虚,大多数肥胖的人,都有气虚的表现,对于这些体虚而又肥胖的朋友来说,喝黄奇粥补起再好不过了,身体的均肉都是代谢不掉的废物堆积而成。 喝了黄奇粥,而人体的运化功能增强,质肉自然没有存生之地了。 哪些人适合吃黄奇,作为补药的黄奇,不仅对减肥有帮助,还能起虚型便秘,神奇吧? 有的人经常便秘,但咋变出来又不成型,软软的,这种人千万不要去喝市面上的排毒通病茶类的东西,而是要吃补气的药。 因为这种情况往往是飞气不足,造成肠道蠕动缓慢,这样的人,喝些黄奇粥就有通便的效果。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,如果你分不清自己是否可以吃黄奇也没关系,告诉你个简单的办法,摸摸自己的腹部。 有的人肚子老是胀胀的,摸有点硬,这种人就不能吃黄奇,而有的人肚子看起来鼓鼓的。 但是,按就现下去,很松软,这样的人就是气虚,就很适合吃黄奇。 从体质上来说,黄奇最适合气虚皮湿型的人。 这种人往往身体虚胖,肌肉松软,尤其是腹部肌肉松软,而身体十分干瘦结实的人子不宜。 从身体状况来说,感冒,今期都不要吃黄奇。 从季节来说,普通人春天不宜吃黄奇,为什么感冒不能喝黄奇粥呢? 因为黄奇是顾表的,他帮助身体关闭大门,不让外邪入侵。 可是当身体已经感受外邪的时候,就会变成闭门流口,把病邪关在体内,无从宣泄了。 同理,春天是生发的季节,人体需要宣发,吃黄奇就不太适宜了。 我母亲给家里人吃黄奇之前,必定摸下麦,看看有无福麦,也就是有没有表现,再决定是否能吃,不会把麦的朋友,也不用着急,只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感冒的症状就好了。 没有感冒症状,就可以喝,实在搞不清楚自己身体状况的朋友,就找个当地的中医大夫,看看,要达到最好的效果, 可以从透福的地天开始,坚持每天早上喝碗黄奇粥,喝到三福结束为止,差不多个月的时间,你会感觉到这个夏天比较好过,温热的天气不再让你那么难受了。 到了秋天的时候,以前爱感冒的人,就会发现自己的抵抗力明显增强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